明治国中办理生命教育天下第一机阅读比赛 鼓励学生阅读浪子机董吴士玄的故事 了解他的改变和奋斗的过程 而透过心得的分享 学习如何面对人生的课题 进而挑战自己突破困境 浪子机董吴士玄复兴起满之后找工作平碰壁 最后靠拿手菜躺阿嘅闯出一片天 而公益团体周大观基金会得知之后 觉得相当有意义 也为他出了一本书籍 呈现奋斗以及改变的过程 当初是因为前部长那个蔡清祥 蔡部长他的推荐给周大观的基金会那边 然后他就来看我的经营的店面 还有一些的历程 还有我现在所带的一些店长们都是更胜人 有无信心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连结到 每个人的一个生命历程 可能七七折折 但是他只要能够向上 向上都有机会 除了自己自立自强之外 还可以去帮助别人 周大观基金会也制赠五百本书籍给明治国中 带给学子更多的人生故事 而明治国中也办理阅读比赛 鼓励同学们分享阅后心得 只要你有心 和气而不捨的精神 就可以改变自己过去的命运 他们很多都是虽然犯过错 但他也让我们看见说生命其实有很多 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出口 然后呢 我觉得他们改变的主要原因还是 家里给他们的爱和信心 就是说 他们对家人的爱 然后所以他们愿意改变 虽然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然后接受之后 更正错误改变 我觉得就学到这个 虽然每个人缘由不同 但人生不会没有挫折 跌倒后如何面对爬气 其实也是生命的重要课题 记者沈旧林扎安三重采访报道